3月18日下午,城县华人商会南海岸中华文化中心即尔湾中文学校 共同主办了一场针对2018税改法案的免费讲座 受到了广大会员和南加州民众的热烈欢迎 美国国父之一,本杰明·弗兰克林曾经说过 人生不能避免的只有两件事,死亡和交税 美国的税法格外复杂,因此税务知识是民众在美国生活必须了解的知识 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,进行的2018年税改 被称为美国30年来变动最大的一次改革 其中包括大量与华人民众息息相关的变化 例如在个人税务上,新税法下儿童退税申请资格放宽,退额加倍 其他同住的被抚养者也可以抵税500美元以上 另外,个人收入税率降低,每种税率的收入范围也发生了变化 标准扣除额涨了一倍,取消了个人豁免额 并取消了2%逐项可抵税项目,包括自家住宅当办公室 工会费用、社团费用等各种 在房产、教育、健康保险方面,税率的计算方式也都发生了变化 因此造成了不少华人民众的担忧 不知如何报税才最为科学 针对这一广泛存在的问题 主办方诚挚地邀请了4名南加州知名的税务专家 陈欣元会计师、林德纯会计师、刘洪平会计师和同志敏会计师 进行了4场专门讲座 他们分别针对川普税改如何影响个人报税 海外资产投资和收入必备知识 川普税改之企业税 以及海外资产收入和洗钱的刑事案件进行了讲解 四位经验丰富的专家 就这些华人民众普遍存在的疑惑 进行了深入浅出、细致认真的解答 并毫无保留地将税法重点经要进行了详尽说明 令到场的会员和民众们受益匪浅 城县华人商会负责人称 这次税法讲座仅仅是2018年 商会众多便民立民行动的开始 他们希望利用商会的资源 在今后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 为南加州华人民众的生活和发展 提供更加良好的平台和服务